我一直都不覺得生活當中可以找到一個真正最好的答案 大家好,我是Soko입니다 今天呢一樣是想要坐下來跟你們聊聊天 那上一支影片就是我分享了有關於 為什麼別人生活都過得比較好的影片之後 發現就是得到很多人的回想 很多人都很有共鳴 然後就是也跟我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 那我覺得聽了之後有這種就是故事交換的感覺 讓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想要再來跟你們分享 這樣的主題的第二集 那今天的主題呢 跟你們分享的並不是有關於 為什麼別人過得比較好這樣子的內容 今天想跟你們分享的是有關於 霸凌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學生時期 就是遭遇過霸凌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知道 霸凌其實不只是在學校 你出社會在公司 你在一個團隊社團 然後甚至是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很多Youtuber就是一天到晚都被霸凌 反正就是會有很多那種 匿名的攻擊啊 然後還有PTT啊 社群 Dcard上面 反正就是到處都在霸凌 不知道現在看影片的人 就是有沒有在生活當中 從小到大 有沒有遇過就是被霸凌這件事情 與其說被霸凌 講好聽一點是被排擠 被不喜歡 被討厭 那我記得我人生當中第一次被排擠 被取笑 Sell幼稚園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會知道 我小時候有生過病 所以我有化療過 那時候我的頭髮掉光了 然後我戴著一頂帽子 去幼稚園上課 然後被我坐在正對面的一對男女生取笑我 他們笑我沒頭髮 那時候我覺得很丟臉 因為我沒有其他女生那樣子 就是長長的頭髮 然後可以綁辮子 我很羨慕 因為我已經夠羨慕了 我還被別人說我沒頭髮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人生 有點受傷的時候 但是我回家不敢跟我媽媽講 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會有小圈圈 特別是女生 那女生有小圈圈的時候 可能就是這個小圈圈裡面 一共五個人 那當戶外教學的時候 兩個兩個一組 就會有其中一個人是落單的 那這個落單的人 大部分都是在這五個人當中裡面呢 就是比較不被重視的人 或者是大家在割捨的時候 比較可以把它割在外面的人 這幾個女生就會 晚上講電話吵架哭 然後到最後就一個人要出去 不然就是到最後 這個人他就不去參加戶外教學 或畢業旅行了 上到了大學之後吧 我覺得大學的印象 是我人生最深刻的 因為我覺得國高中的時候 遇到被霸凌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做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那那時候我自己的解決方式是 我很認真念書 這是我唯一的告訴自己 我唯一可以逃離這個圈圈的方式 就是我只能夠認真念書 再加上那時候 因為我爸媽他們很希望 我可以考到一間國立的學校 所以我那時候非常的認真念書 而且其實我不喜歡去學校上課 因為你們如果也有被霸凌過的話 應該就知道 被霸凌的時候 那個當下 你會完全不想去學校上課 你根本就連一刻想踏進教室 你都不想要 就想要躲得遠遠的 甚至可以轉學更好 那時候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因為到了高三之後 其實很常都是在總複習嘛 在念書 我就會自己一個人 跑到補習班去念書 這是我唯一的解決方式 就是我會讓我自己就是 埋在一個有目標性的事情上面 那至少我在被霸凌的時候 我並不快樂 但是我可以找到一個 讓我可以快樂的事情 就是我努力去做這個目標 我一定要達到這個目標 脫離這個圈圈 然後呢 就在我很幸運的 真的考到了我要的學校之後 我以為一切的人生就會 從此快樂 後來發現一切都不是這樣子 大學的人際關係 是我人生當中一個最難的課題 那時候呢 我剛好跟我們班上一個女生吵架 然後後來她就 跟著班上的其他的同學一起 就是 討厭我 然後那時候我才剛升大學 但是我覺得人生最有希望的時候 因為我想要趕快升大學 然後後來她就跟著同學一起討厭我 然後呢 種種的原因之後呢 其實我在班上 就是有少數一群我很要好的朋友 就是少數的那一群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去學校上課 原因就是因為我不喜歡 被別人在背後說我怎麼樣 說我的壞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 才去參加社團 所以我後來就是會去電台當DJ的原因 是因為 我發現了一個我很想要去做的目標 我知道去做那件事情 是唯一可以讓我忘記所有不快樂的事情 的唯一的解決方法 它是可以救我的方法 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去當DJ 當DJ之後開始慢慢就有很多學弟妹就開始會跟我聊天 或者是在學校社團上面會跟我講話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我在班上的人緣不好 所以我後來去參加學校的社團 然後很常在外面有很多的活動 我都會去參加 唯一只有做這些事情讓我覺得很快樂 然後我一直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吧 那時候我都很想要趕快畢業 然後就是後來才會也發生了就是 我第一支影片講的嘛 我岩壁的事情 其實我岩壁的時候 我一部分很不開心 但另外一部分我覺得鬆一口氣 其實鬆一口氣的原因是因為 我再也不需要跟班上的同學同伴了 就是因為我知道有一群同學不喜歡我 然後他們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聽別人講說我怎麼樣 然後他們會跟著不喜歡 那可能不小心我做了一件 可能讓他們也不喜歡的事情 他們就會更加的討厭我 反正這種討厭的事情就是 你聽著別人講這個人的不是 然後你就會跟著一起討厭他 那可能當他就是當今天這個人 做了一件也讓你不喜歡的事情 你就會更加的討厭他 但是其實他 但是其實你根本就沒有跟他相處過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人的個性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很容易 根本就沒有認識一個人之前 我們就會討厭他 然後根本就沒有跟他相處過 但我們就跟著別人一起討厭他 儘管他們知道就算問我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幫他們解決 幫他們決定人生當中的很多問題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們可以傾聽 然後可以跟對方說 我們自己曾經遭遇過的某一些事情 或許會讓對方覺得更有一種陪伴感 我一直都不覺得生活當中 可以找到一個真正最好的答案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 跟你們說你們一定要怎麼做 才能夠真的找到最好的答案 我只能跟你們說我遇過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是怎麼解決的 但是不管今天你們是不是跟我 遇到了一樣的遭遇 曾經被霸凌過 或者是甚至是現在當下 你可能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我都想要跟你們說 就是你們不要 不要讓自己也成為這樣的人 你要讓自己過得比他們更好 這是我一直以來告訴自己的 每天都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過得 讓我自己快樂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讓我自己過得很好 因為我知道這種事情 其實沒有辦法真的完全被解決的 但是我覺得 調適自己的心態很重要 你不敢跟家人講 不敢跟老師講 至少你不能夠放棄你自己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記得在留言板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呢 就是你們有什麼樣的心得 或想法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跟我講 或者是私訊我的IG小盒子 跟我說 別忘記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也別忘記記得幫這支影片 點個喜歡 然後呢 也可以到我的IG去追蹤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